大家好,我是熊王 今天介绍一下牛尾骨汤的做法 买来的牛尾骨要用清水浸泡和清洗一下 去一下血水和骨头渣子 把洗干净的牛尾骨沾上玉米淀粉 家里没有玉米淀粉的,就用面粉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牛尾骨肉口感会非常嫩滑 把牛尾骨放入开水中 不要冻,一冻淀粉就掉下来了 沸腾几分钟之后 去一下血水和腥味,捞出来备用 加入两勺油 把姜放进来炒一下 炒到能闻到姜味的时候 把牛尾骨加进来 煎到两面金黄 把牛尾骨放入铸铁锅中 加入两大勺料酒 现在把香料加进来 山楂、八角、冰箱、小茴香、桂皮、香叶 一大勺酱油 加入热水,大火煮至沸腾 水沸腾之后改小火煮一个半小时 这个时候准备一些配菜 萝卜、西红柿、芹菜、切块 一个半小时之后 把萝卜、芹菜、西红柿加进来 改大火煮 等水沸腾之后 接着小火炖30分钟 你也可以加自己喜欢的配菜 一共炖了两个小时 油尾骨软烂入味 配菜也非常有味道 不油不腻 口感丰富细腻 吃的时候依照个人口味 添适量的盐 喜欢的话就做一次吧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